夢想 究竟可以堅持到多少年 好多人曾經都擁有過夢想 但又有多少個真的會為他的夢想堅持下去呢 本書就成為了香港市場第一本免費派發 是講菲林攝影的雜誌 在現段來說我會一直走下去 我會盡我能力令到我家公司可以維持到生計 應該都可以做到一個臨床心理學家 或者輔導心理學家之類的事 但上來大學便放棄了 本身因為我們整間公司是因為 passion 而有的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倫得很順利是因為我們全部都有 passion 但當這些 passion 牽涉到商業或者金錢的時候 就成為很大的問題 夢想是自己很喜歡做 然後會想自己的餘下的一生 都在為那件事付出 我會覺得一開始是一件夢想 但當你看到BB出世了 你會不會捨棄她 我不知道是作為母親的事還是怎樣 我會覺得你始終要開手到她做最後 什麼時候是最後呢 就是你什麼時候放手 但我覺得我還未到放手的時候 我就會繼續 抬不起頭 因為自己的學業實在十分自豪 來到這裡好像自己曾經擁有的東西 瞬間沒有了 然後不會跟身邊的人討論有關人生目標的東西 或者畢業你將來會有什麼想做 會盡量避開這些話題 已經談不到 因為自己真的很沒有看法 對這方面 如果生活沒有 passion 我覺得基本上和行私酒肉沒有分別的 其實我也很慶幸自己 是可以找到自己的興趣 然後去發展它 但是我會覺得很可悲一件事 如果我沒有 passion 如果生活沒有了團火 我會覺得人生的意義真的沒有問題 我的夢想是一種精神食糧 或者精神之處 如果你沒有它 其實你依然有生命 但是如果你有了夢想 你有的是生活 一般人都會欣賞為夢想而奮鬥的人 他會鄙視那些對夢想失去了熱誠的人 但是其實失去了夢想 他們自己才是最看不起自己 最難受的各位 夢想究竟可以堅持到幾多年 沒有人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醉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夢想都是需要堅持才會成真的 對眼神的風格 還有有什麼好想人 有什麼好想人 你就是要想和引き得到 也要有10件事